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银禁了 然后就那些白银会拿去买鸦片 那因为所谓白银禁了 就是网友那个建议啊 就是说我们都不用白银啊 就都用纸币啊 那你要买外国商品 那些老外才不相信你这些纸币呢 不会接受你这些纸币啊 那你要这个买外国商品 像鸦片这个东西 你还是得乖乖的拿白银来买啊 那这个白银在国内已经没有用处了 那这个政府说要跟你换那个纸币 那大家都不觉得那个纸币 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那结果你不如拿白银 还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结果就会鼓励 更多的白银去购买外国鸦片 是这么一回事 那至于钱庄怎么在铜钱跟白银 转换过程中赚取利润 那个钱庄就像现在银行一样啊 你去银行这一来一回 它是要抽手续费的嘛 它不管你把铜钱换成银两或银元 或是银两银元换成铜钱 它都要抽手续费 那个利润其实就是手续费的利润 那手续费尤其在这个银柜前见的时期 它手中的银是它可以算得特别的高价 本来也许就像那个政府在计算 你那个折算的那个税的时候 他就说都还会扶算啊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说 那个你手中持有白银就是这个 那个它的身价百倍 所以这是钱庄在这个时代 也是可以上下其手的一个角度 好 那这个是上礼拜的问题 那你们还可以再想别的问题 在17.00以后 一直到17.10 因为这中间你们说 你们有十分钟的下课时间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侵犯你们任何的权益 所以我们一直是尽量维持这个 17.10下课嘛 对不对 OK 好 那如果你还有更多更多问题 那就17.10以后来提问也还可以 好 那就这么样 我们进入第八章 放任派主张的暂时胜利 不学历史的人 一天到晚人家会问 那你中国文化是什么 中国传统是什么 那不学这方面的人会觉得 好 中国传统给你数一二三四 有几个特征 那这个通常就会给你一些 铁板一块的一些说法 可是你进去历史 进入那个时间的这个潮流 我去仔细端详一下以后会发现说 这个真正的文化 就是文化的真实的一个特质 它其实不是那么铁板一块 那这是一个我们从这一章可以得的一个观察 那就是说 那么我们上礼拜讲的 针对这个他们那个时代面对的货币问题 那可以看出有两组想法 一组是比较放任的 一组是比较干预的想法 那如果就这个道光到咸丰来看呢 可以看出说道光年间好像是比较放任的 也就是比较尊重自由市场的运作的 那一股想法呢 比较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欢迎 可是到了咸丰年间就又反过来了 是干预派比较得势 所以它一方面不是铁板一块 二方面呢它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 那说到直线的发展呢 我们以往都会有什么 这个 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异商的 如果你铁板一块的说法里面也常常会有这种说法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重农经商 这个可能即使你们这个18岁的人 说不定都有听过 那像我们这66岁的人 这是更常听到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重农易商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要不然是一个 也影响蛮大的一个著作 就云石的著作就是 大概从魏晋南北朝以来 已经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于商业呢 其实是越来越重视越来越重视 然后就他的书来讲 就在我们这本书所说的这个道光年间 这个重商思想是达到高潮 好 那这两一个是对商业的重视越来越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一直在把商业压的 那都是直线式的 直线式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这个第八章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好这个你如果道光年间是越来越重商 可是如果就这个咸丰同志年间呢 他一方面又重商 一方面又在异商 有这么样一个情况 那那个政府的角色就是干预 干预它是一方面有重商 但是政府在这些商业里面的干预又加强 所以有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后面这个发展非常到影响 非常影响到近代中国的走向 甚至于是当前的PRC 那这个这是我们这一章要说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铺陈这个说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道光年间 那个尊重自由市场运作的那些想法呢 越来越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认可 那我们分几个面向来看 首先是采矿 在这个道光以前的皇帝叫嘉庆 这个嘉庆帝更早的时候 有大臣跟他说我们来容许民间去采矿好不好 他马上的反应就是很激烈的说 不行不行 我绝对不能这么做 这样子做大家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贤民的皇帝了 而是一个爱钱的皇帝了 那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去做这种事情 那是小老百姓这个会去算我今天赚多少毛钱 那样的一个行为我当皇帝怎么可以有这种行为 这是在嘉庆皇帝初年的时候他的反应 后来呢这个嘉庆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大臣殷核的他开始说 我们已经开始在卖官欲绝了 财政好像越来越吃紧了 我们还是用开矿来增加财政收入来取代 那个卖官欲绝把官位卖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或是商人都可以经营这个矿业 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松动 那到了这个道光19年 也就是1840呢完完整整的是开放明天来开矿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没办法 我的第一个作品那个茶堂僧老 就是在为大家画出那个曲线的 那个曲线画出来是有一些 比较我说海关 我们那个淡水关的那些 那个小白宫里面的人帮我留下好多数字 所以我画那个曲线还比较快 那个取得那些数字是很不容易 但是至少有那些数字以后 我画曲线还比较快 可是碰到思想面 我们上回讲的鸦片的看法也是一样 我要去看很多的这些 这个很零零散散的资料去追出这样一个 随着时间变动它又怎么变化 那我们现在是就开矿这个角度来看 它随着时间变动它怎么变化 很显然在道光末年 是越来越接受这个民营的 民间的这个从事一个企业的发展 好那第二个例子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那些官员 需要南方的一些产米的成分 提供他们米粮 那原本是透过运壳来运这些米粮 可是到了这个1825年 开始示范说 从海上来运这些米粮 那1827到1847年中段 1848以后 又恢复由海上来运 那这样的一个恢复呢 是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 那虽然实际上在道光朝这个 真正的变成政策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这个转换是很关键的 因为这个就改变了 明朝中叶以来 因为我说元代的时候是海运 但是官运嘛 那上次已经讲过 那明代呢 这个就是以后就开始走大运河的官运嘛 那现在呢 有一个很大的政策的改变 改变了之前400年的一个传统 就是这个 这个有海上 而且是有民间 来运这些米粮 那像这样的一个大的改变 1803年的时候 像包世成呢 则是一个文人在那里说服 提出他的一个说服 那到1825年 道光皇帝出面来 把他变成一个政策 那但是这中间 就是我们说的中间有在中段 然后1848还是道光的时候 把他变成往后一直遵循的一个政策 那所以这个道光末年还是很重要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例子 是严正的例子 严正这个 因为中国有很 有几个大的延区嘛 那他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 如果是云南的延区呢 它是一直是政府来 来产来销的 但是其他的延区呢 大概都是有一个垄断权的延商来运销 那这些所谓垄断权呢 就是说 每一次要跟那个 政府单位包括研运室或是户部 来买这个运研的这个执照呢 那他每一个单位就是200斤年 你买不起200斤年的人 你没有资格来买这个执照 那所以这个200斤年 就当时的所得来讲 这是一般中等收入以下的 老百姓无法负担的 那持有者因为 之前尤其这个18世纪的时候 这是很赚钱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们也都倾向传给这个自家子孙 所以是世袭的 所以是相当垄断而世袭的 可是就在道光年间呢 我们说这个包四成这些人呢 就提出一个叫票研法 那成购的单位从刚刚的200斤呢 降为一斤 那这样子那个低收入的人 也就可以买了 在纳税以后呢 他们在市场上就可以自由买卖 然后这个这样子做 最主要是要这个票白嘛 就是让那些 我们说这个时代就是 失业问题很严重 很多的流民啊 那他们很多就是去卖失严啊 走失严啊 那这样子那些走失的 就可以这个化岸为民 这个政府就这个 因为那些盐商在 赢贵前建的时期也很亏本 这个我们讲过 那他们也很希望可以摆脱 那个烫手商鱼 那这样子这个把他 蔓延的单位 减小之后 那的确是一个开放 自由竞争的一个办法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在几个大盐区 当时那么多个 中国那么多盐区里面 安徽北部南部 这个是最大的 那这些盐区 大底都做做 试做了 那有些盐区 浙江啊 广东河北啊 也都慢慢试做一些 所以是有相当推展的 一个政策 这都是在1830年代 1840年代 也就是道光比较中后期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道光年间 可以看到一些放任派的想法 变成政策 我一直说 这个我们家先生有个 经济学的老师叫郭婉荣 那个 这个 他引述他的老师的话 我一直记在脑子里面 你要把一个思想变成政策 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产生一个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过程 要把思想变成政策 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过程 那我们前面所谈的很多还是思想层面的 那这一张提的就是也有这么一些已经是化为政策的 那这个到了这个 那这个 闲统年间 就是说完全是让商人自己去做 除了政府因为那时候鼓励商人这么做 还给商人一些津贴 那以外政府是不会插手其中的 咸童年间这个政府就慢慢地介入 尤其后来成立了叫轮船招商局 这是1873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 有没有人是基隆人 你们我现在只知道一个屏东人 你们都是哪里来的 也很少好像也没有北一女的 你们都是哪里来 没有基隆人 你们都是 你们是哪里来 新庄 新北市 没有基隆的 那没有基隆人 那去过基隆吧 那基隆火车站下车或是到所谓的基隆 你可以看到一个海洋博物馆吧 有一个博物馆 海洋方面的博物馆 那个建筑有点牢牢的 那个是轮船招商局 那个轮船招商局就是从大陆上的轮船招商局才分过来的 尤其1949以后把很多的那边的人或是资料搬过来或船搬过来 那个轮船招商局成立的时间是1873 这个1873成立这个轮船招商局表面上也是一个私人企业 这是那个时代就是咸丰同志 也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自强运动时期的企业之一 这个时候的这些私人企业都叫官都商办 那所谓官都商办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话 远董游官用舍 账目游官机场 人属商为承办 官为为此也 为什么要花那么几分钟来管这一句 那是不只是轮船招商局 就这整个时代 这整个时代因为这个政府就是在哪里闹穷啊 那但是他又急得不得了要 人家都打到门上来了 我要成立福州造船厂 我要造船啦 那轮船招商局也是这样一个系列的动作之一 就是我要船间泡利啊 有没有这个以前念历史都会有这个船间泡利嘛 对不对 那就要成立一些比较现代型的企业啊 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呢要由民间来出钱 那这个大家以为说 那民间出钱呢 这是民间公司呢 可是他又是 是钱是民间的没错 可是这个人事权 这个远董游官用舍 那就是人事权嘛 一个机关里面 人事权还有会计权这个账目 那个就是会计嘛 人事权会计权都还掌握在政府手中 那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 这个新式企业 这个我们这边叫做自强运动 大陆的叫做洋务运动的那些新式企业的管理特色 那都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跟那个道光年间的那个 就是说完全是让民间来办 是已经是很大的不同 就是政府的手已经进来了 政府的手进来了 所以这个有所改变 那在盐方面呢 这个刚刚不是票盐相当是自由竞争 而且没有那个垄断 所谓自由竞争 一方面是跟官营相对应的 一方面是跟垄断相对应 你去看Adam Smith的东西就说 所谓自由竞争就是也不要有政府经营 也不要垄断 那这个盐呢 在这个1852年 因为我们说1851太平天国起来了嘛 那整个政府就缺钱缺的不得了 我们以前也说过了 那那个他到处要抓钱 政府到处要抓钱 那在盐的这个营运方面呢 他又把那个取得买卖盐的那个执照的这个quota 就是定额呢 又提高了 刚刚本来是 原来是200斤变一斤 现在是变成6000斤 还更走火入猛了 这个就是说更极端了 这个垄断的那个性质更高 然后接下来更说你最好把税都先 你要取得这个执照的时候 把税都先缴了 那因为政府缺钱嘛 那再来呢 这个 这段期间 即使像你刚想说 福州造船厂 轮船造商局 那个都好像跟 因为船就是要直接海战了嘛 那可是你想想看 支部局 还有电报局 这些呢 也都还是一样 都是用贯都商办 你看起来 因为那个支部 那时候的支部 其实要支均幅的 那所以看来是相当是比较 可以民生 那部看起来好像 比较跟民生企业有关 结果也是政府的时候还是伸进来 然后接下来就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的一个 经济概念呢 这个 这时候代表人物是赫赫有名的 这些曾国凡啊 李鸿章啊 张志东这些人 那他们经济 所谓经济利益 不是个人的这个经济利益 而是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 所寻求的这个财富 那再来在货币方面呢 我们那个在道光年间 王柳不是被打得要死吗 可是到了贤同年间啊 你知道这个 这个人的作品 不断的收进贤同年间出版的书里面 咸丰同志年间出版的经济方面的书 不断在收王柳的作品 那这个 就实际上的运作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咸丰保招那个 有政府想 即使是把他的意见变成政策 只是失败嘛 那这个1853到1861失败了 可是到了1890至少政府开始铸造银元 我们之前不是这个泰阿道池吗 道光年间以前是泰阿道池 政府在货币管理方面 没有太多的这个角色 那至少现在民间的那些金融机构 也还是存在 至少政府就有点像这个卫元他们 所这个鼓吹的 就是说政府要开始出来铸造银元 那1890是广东省开始做 那1905年是天津 天津 因为已经接近北京嘛 那有点是中央政府也开始在做这个银元 那这个那是1905年 1909清朝结束之前的两年呢 又把这个银元的单位从两变成圆 这个银元 我跟你们说政策 像我看很多事情 会觉得你为什么那么莫名其妙 这个政策有时候会很莫名其妙 这个我们卫元那个时代 开始建议说铸造银元 有没有 这之前讲过 那这个到了我们说1890到1911这段期间 才开始真正由政府开始铸造银元 当然银哲学有做一点点那个不成气候 这个是比较大规模在流通的 那这中间呢 诶 诶 魏元的建议是1830到1890 中间间隔60年 那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意见跑出来 可是你知道这方面的意见都在吵一些什么 他说诶 那我们铸造这个银元要不要有动 不是诸宗乘法 诸宗乘法是外缘内方 内方就是中间要有个洞 不是要那个变成一罐或一串 要有那个洞才可以穿嘛 那60年都在吵 所以你要晓得 人其实是很愚蠢的 吵了60年就吵那个问题 ok 好 最后因为技术上 因为要在银上面 之前在铜上面 他的做法是铸造法 那个不一样 这个是打压法 打压法没办法去打 就打出那个洞 那个成本要多很多了 最后最后才没有打那个洞 那你不要小看我们现在的十元硬币 那个没有洞是这么这么来的 ok 不然你这个祖宗家法是中间一定要动的嘛 对不对 那是几千年的传统 中国传统几千年 好 那 那这个原本 那总算改了 可是你看原本的这个单位是 库平七千二分 库平七千二分 那这个七千二分 那七千二分是算一元 那你又要去乘以一个不是十净位的东西嘛 对不对 七千二分这不是十净位 那刚刚说的一九零九改成圆以后 圆前分是 圆角分 已经是改成圆角分 就十净位的单位 那这里面一层一层的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就是 以前那个 几两 几千几分 我跟你们说过吧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出门 只要你有一点点办法 你是要随身携带一个秤子的 我没有跟你们讲过 那秤子有的做得很讲究 还有玉这样子叼的 那就是我随时要秤你这个 跟我换这个东西的银两 是不是真的是有几两 几钱几分啊 实际上去秤啊 那这个 这个都是 他的预设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直接相信嘛 那现在改成这个 后来就改 我们说1909年改成这个元 你看 还写上one dollar 因为这是外国的铸造局 这个铸的还写上 比中华民国货币 中华民国货币 这个清朝一开始的这个 印币还有万大了 因为是还要这个 英国铸局啊 帮他铸造 那这个议员 就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说就是原来的那个圆圆的那个议员嘛 那我们一直到现在 不会去怀疑啊 好像这个议员就议员啊 而且很慢慢的 他们在那个时代就是说 除了政府铸造这些硬币之外 还有别的别的种货币嘛 我们现在就是政府发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你的历史变迁里面 这个政府的力量 你越来越对政府越相信了 你老百姓跟政府间 越搭起了一个桥梁 那政府就越来越介入你的生活了 那在货币方面 这个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这中间也有一些政府银行的这个成立啊 都是为往后的一些政府介入民间生活 货币生活的打了一些底 那总观来讲就是说 相对那个道光潮 在这个晚清呢 政府的角色是越来越重了 那在我们上面一章就讲到这个经济思想跟其他的思想有所 他有彼此互相支援的一些情况 那在这个其他思想方面 我们也看到说 诶 那个 王柳他们那一派的人 干密派的人 我们上一章就在说 他们很多是那个 瑶内那个同城派的 同城文派 那瑶内这群人呢 在前农年间 我说前农年间 瑶内是这个 就是说 他们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在这段话 这个就是王柳自己的志 你说过不过瘾 我们现在 这个是我在北京图书馆找的 这个他自己本人的志 然后他再提到就是说 这个 在前农年间 像瑶内啊 还有这个 他的自己的堂兄啊 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赫赫一时啊 那 那可是呢 等他们这些人一一凋零之后呢 那就没有几个人在可以谈论古文了 那 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话 这是 曾国藩说的 曾国藩是 我们说是 咸童年间的重要人物嘛 那 这个在 曾国藩的 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是说 在道光末年啊 读书人都是 很喜欢去讲那个 很古老的时代 周秦 汉 魏 那个 也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 金文 或是 片体文 的 金文 金学 或是片体文的 那个时代 博清淡简朴之文 唯部族尾 这个清淡简朴之文 相对这个的是唐宋八大家 因为那个同城派的他们是 他们主要是重视这个唐宋八大家 那可是这个重视唐宋八大家的这个同城文派 在 在道光末年呢 是 这个被 亲世的 那还有我们书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别的证据 就在讲 同城派古文就包括 就跟那个王流的书在道光末年被批判 那同城文派呢在那个道光末年也是比较的衰弱 那这个我们经文经学的那些好像词汇没有怎么 我看看后面还有没有 有一个例子吧 好 刚刚只是把它拉到文派的部分 好 那这个 接下来这个 我们要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在导论的时候我们漏了讲 就是说 在讲这个中国文化与经济变迁的时候 有一个时期 非常喜欢 尤其在台湾 越居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儒家文化 变成是很正面的 因为在那之前 总是觉得说 台湾还很落后啊 在越居为四小龙之前 这个经济落后 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已开发国家 你知道吗 我们还是开发中国家而已啊 OK好 那在那之前 在越居四小龙之前 因为四小龙是成长率特别快 我说还有快到百分之十二的 那我们现在不是坐一望二吗 OK好 那这个 百分之十二之前 我们是落后国家 也就是未开发国家 要晓得啊 你们不要以为台湾一直都是过得这个样子啊 那个是未开发国家的时候 都会觉得 奴家思想都是我们的包袱 才会让我们这个相对人家是那么的落后 那可是到了越居四小龙之后 突然间说奴家思想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那他们那时候在谈的都是 诶 思想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可是我们这个第八章在谈的说 诶 思想 思想其实 诶 这个 它会随着 经济变境变化 然后这里面要谈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 我在书里面好像也有引用 那是我美国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是在师大给一个演讲 他就提到一个概念 他说 传统其实是一个篮子 里面装了好多东西 也就是 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铁板一块 那个篮子里面的好多好多的东西 后来的时代的人呢 就像我们上回来说 王劉去抓刘备 去抓甲仪有没有 还有去抓那个文学家是谁 好像有抓星际集还有 韩玉 韩玉 OK 那他就是 反正传统好多好多东西 那你就是任你的时代的需要去 自己再抓来组合 那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时代会影响到你的文化的构成 所以 我们这里要看的就是说 欸 为什么会 会这样子 你说 这个 道光年间的那个奉任思想 像我们这个余音史那个是国师级的 国师级的大师呢 他从魏京南北朝的禅宗一直讲到 道光年间说重商思想达到登峰造极 那这个是一个直线式的说法 可是我的说法呢 这个道光年间 他的证据是 一个叫沈云 沈云的那个人说 他们那个时代根本就瞧不起读书人 他那个时代就只瞧不起商人 云史先生就用这个证据来说 重商思想在这个时候达到高点 但是我说这样的一个重商思想 就包括像刚刚本来不允许商人去开矿的 后来拜托商人去开矿 本来不允许商人帮忙着运那个南方的米到北京去的 后来拜托商人 这个其实呢 是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没办法了 非拜托商人不可了 那不是一个直线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果 那像这个票员我们应该也说过 实在是走势太严重了 那你那个票员至少可以把那些人漂白嘛 就是化岸为民 那这个海云南朝嘛 因为那个透过运河 那个运钉是用银来给薪水 这个时候实在是很缺银 但是呢政府没钱 那只好拜托 而且是矿政我们说过风险超大的 而且商人他们比较可以去找那些当地 比较知道哪里有矿的那些人 去这个在比较可能获利的情况之下 这个去找到矿 是这些因素造成那样的一个改变 所以是时代使然 那货币方面我们之前也说过 为什么这个王柳那一套 大家不敢让他去做 而且实际上运错了以后也真的是这样 你印了钞票 那好那些钞票那些纸就可以拿来买东西 那第一圈的那些官员就把那些钞票就污去用了 那老百姓如何相信你这些政府体系 那所以老百姓不愿意接受你这个政府印的这些钞票 那这个我们说所有刚刚描的一些放任政策的一个采新 我们一直说已经是道光末年 道光末年 那整个盈贵潜潜问题就是在道光末年恶化的嘛 所以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那些干预败的说 我不要你这个流民到处乱跑啊 应该是政府出来把他们圈在他们的这个宗族里面 你说现在的这个时期的政府哪有这种力道啊 那还要去管他们不要浪费啊奢侈啊 政府根本做不了那些事情在他们那个时代 所以一切都还是放着他看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那所以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向 实在也是那个时代所造成 那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同城文派在这个时代 那个同城文派也就是比较 他同时也是比较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是比较重视君主的绝对权威的 你们记得 那在这个时代也多不盛行 较为盛行的是经文经学 也就是我说拿孔子作为术王 这个有多元权威的这一套经学 突然间在这个时代冒出来 像那个公志争魏元 在这个时代是 就像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明星 那公志争魏元 这个是道光末年的知识分子的明星 可是到了我说魏元 这个我们投影片没写 那个词汇没把那个放进去 可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这么一个明星过了 过了这个道光末年 到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一发生 这些明星都惨了 他们那时候没有选举产生政党轮替 可是那种情况比政党轮替还惨 那个魏元就先是出家 然后很快就去世 那相对应的那个 我先把那个 这个学术明星的一个起落 刚刚讲魏元 道光末年是全国性的 这个金文金学在乾隆年间 已经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长洲地方冒出来 那是地方之学 到了这个道光末年 它是全国性的学问 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代表 就是公志争跟魏元 这是像魏元他翻过这个太平天国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有一个呢 吴嘉斌 吴嘉斌我们上个礼拜介绍 这个就说 那个铜钱是你皇帝铸造的 你皇帝就要老百姓 说铜钱的价值比较高 这个银的价值比较小 那老百姓怎么可以不接受呢 他对于这个皇帝的权力 有这么样的高的信仰 那这样一个人在道光末年 他是被发去新疆充军的 那可是呢 在太平天国期间 他是为太平天国而死的 他真的是充分发挥了这个 同城派这个中军 或是古文金学 就是强调中军 他真的是为军王而死 那到了这个 咸丰同志年间 这个人呢 就有一个专持 来祭拜他 欸 这个时候呢 这个 我们在这个 道光年间不是穷得要死嘛 可是在这个贤同年间 像这个 这样的人物呢 就有很多 祭祀他就是忠烈池嘛 有忠烈池来 这个忠烈池是表彰某种思想的一个建筑嘛 好多这种建筑就跑出来了 那除了很多这种建筑跑出来之外 另外一个一个跟思想有关的是书院 好我再考考你们家附近有没有清代的书院 有没有大渡来的 或是园林来的有没有 你们家附近 你们都没有看过 你们小时候的玩的公园 说不定有个老的书院都没有 园林我至少因为我中部人 我知道园林有大渡有 黄西书院道东书院等等 你们家附近都没有那个清代的书院吗 都没有 还是你们从来不看古迹了 好我随便问问 你一辈子看过的古迹 有几个 李坎林 怎么了 李坎林怎么样 哪一个是李坎林吗 没来 真的没有出息糟糕了 那 那不是很严重 那就扣分扣分了嘛 那糟糕了 OK好 那问问林奇如 OK OK 有没有看过古迹 你是哪里人 台北 台北 你看过的古迹是什么 龙山市 好算 还有呢 还有呢 你们用一秒钟说一下龙山市的历史意 龙山市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 上过这个课以后 以后看到古迹要留意一下 好超过一秒不给你打了 你看这些人 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是这么不知道自己的家乡 嗯 去了可是好像不太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好 OK好 那这些这些往后的日子可能都还是要再恶补恶补 好 那那即使是在台湾呢 在这个咸丰同志这段时间呢 也到处盖起书院 这个我们在书里面有告诉大家一个统计 那个统计数字我现在没记在脑子里面 反正就是这个成长率非常的高 在这段期间的书院的 盖的数目 因为都后来都有统计嘛 如果就到光年间那样的穷的要死 然后又过了这个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是那个皇帝在那里 根本我已经养不起我的军人 我养不起我的官吏的那样的求救的信 你们也都看过了 怎么这个一方面是太平天国 三年皇帝发出这么求救的信 可是后来还总算把太平天国平了 十几年的时间了 太平天国之后还有脸乱回乱描乱了 那一共十几年的时间还把它平了 那结果在这中间呢 还可以去盖那么多的书院 来提倡忠君思想 因为这些书院跟那些忠烈词的意思是一样的 要提倡忠君思想 这时候的风云人物就是像刚刚提的这些曾国藩 李鸿章他们这些人 曾国藩就是一直要把姚奈再抬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那这里面呢就有这个 那还是要回到这个时代 他们的时代的一个变化嘛 时代变化首先呢是 又要回到我们的第二章 所以第二章其实是整个书的非常重要的记轴 1856到1886有6.9亿的西班牙人远回流中国 记不记得 那在这个太平天国动乱的时候 不是像刚刚那盐叫盐商说 你把税也都先交了 在这个动乱的时候 你要跟地主伸手 地主都不太管你的 那地主能够收到原本可以收到的 所以那就要谢天谢地了 那都是跟这些商人 因为那些商人 好像突然间多了一些新的财富 这个 从透过国际贸易 跑来一些新的收入 那政府就是纷纷跟那些商人呢 取得他的税收 那我们在第一讲那个讲 茶堂张老的时候就讲 刘明传的 新政也是跟商人拿税嘛 拿到他的 也需要的一个 钱的来源 那整个那是台湾的情况 那这个整个中国的情况 你看这个是 乾隆年间的填付占73% 到1911所有的商业税 填付还不变 绝对值不变 你看绝对值 其实还是略有增加的啦 那可是比例值呢 到我清早要结束的时候 只剩27% 然后这个商业税变成73%了 那往后的日子呢 这个就是说 商业为政府所提供的这个财政来源 是把这个政府在称到1911的一个重要基础 那这个商业税呢 我们说跟那个翻过了这个白银外流 那之后的这个白银回流也有相当的关联 这是在经济面方面嘛 那在在政治面方面我们说 这个赢贵前建危机最发挥 发展到最严峻的时代 就爆发了这个太平天国 那太平天国呢 这个就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内战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说 历史上最大的内战 最大的内战一共呢 那如果就最新的统计数字是四个人十一个人 那最早期的是二十个人十一个人 或是十个十一个人 这是内战 那可以那时候四个人十一个人 就是那时候人口四亿三千万左右 那就死了一亿 那是因为你们那时候都没有悬浮济世嘛 因为这个战争都会产生很多的传染病嘛 那为什么后来从这个五 两千万五千万变成一亿 那就是后来的学者又把那些传染病死了 又加算进去了 那你说这个四个人死一个 我们现在就要死多少人了 那多可怕呀 那在这种时候我最记得 你们好像连SARS的时候都还没生是吧 你们生了也没有感觉吧 还是在baby的时候 OK 你们实在很年轻 那至少我们在SARS的时候 大家都好害怕 好像可是SARS才十几个人 几百 那个两百或三百吧 那大家都会觉得 你政府赶快出来出来想想办法 在一个就是说 生命面临很大的威胁的时候 会希望政府站出来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氛围里 里面你可以看到说 干预派的经济政策出来了 然后同城文派跑出来了 古文金学又冒出来了 你看金文金学 它在道光末年是一直起来 在这个金文金学 我不是说它在中国历史上 成前了1600年之久 到了我们这个 盈贵前见危机 我们大致来讲是1820 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1820到1850是一个 它越来越恶化的一个时间 那一段期间呢 金文金学也就从出现 然后再越来越被它的时代所推崇 那以一个在广东当了很久的官的官员 叫卵元的为例 他在1801年的时候 他还在崇拜这个古文金学 那1820的时候 他已经是崇拜金文金学了 那在这个很多金文金学的著作 大概都是在1820年代 1830年代 纷纷被出版出来 那这个另外那个我说 那个龚智争未远变成全国性的明星 也都是在1830到1850年代 那是金文金学 可是翻过了这个1850就惨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已经是整个思潮的起伏 一个比较强调一个多元权威的思潮 在道光年间的就是受到支持 那之后呢就受到贬义 那相对应的这个 这个比较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的那一套想法 这个在这个贬峰同志年间整组的这样子 又代替原来的奉任的那一组 就是多元权威那一组的思想呢 在贬峰同志年间冒出来 有这么样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那我们说这里面呢 这样一个研究可以表达就是说 如果像我们这个课在讲的这些思想 很多人称它为金式思想 就是要不是像你们要从医学方面去悬壶济世 但至少是透过经济思想来改善社会的这种想法 是金式思想 以前都是从这个道光年间讲到当代都是好像一脉相承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一个从越来越倾向放任 然后又转而越来越倾向干预的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不连续性在 那另外呢 在这里要多谈的是 刚刚起头的时候说贤峰的那个又重商又易商的那个 好像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 那个变化呢 这个其实大家多了解 可以相当的这个 这是我在解这个两岸的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那就是前面前面我们看这个不管是在道光年间 不管是干预派或是丰仁派 即使丰仁派比较重商但是它还是重农 那这个农商病重嘛 比如说包式城说农工商都很重要嘛 那这是那这种情况呢在明末经初有一些比较 比较开明的思想家 他们也就不只是管农业也重视商业也有这样的发展 那像顾元武啊 这个大家念书有时候会念到的这些人 王夫枝啊这些人都是农商并进 那我们说到这个道光年间这个干预派他们 当然是重商重农也比较反商 那所以这样一路下来就说重农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传统一直都是重农的 你知道到了咸丰同志年间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从这个几千年的我们前面讨论的都说 异商传统不是那么完全这个铁板一块 或是一条直线都是异商 因为有那么多的重商成分嘛 可是我们说如果就重农来讲 前面几千年是都重农 就思想面来讲都重农 可是到了咸丰同志年间 有一个转折是 重商那就是像刚刚讲的轮船招商局啦 或是江南制造局啦 福州造船厂啊 要发展这些现代的工商业 要发展这个现代工商业 那刚刚讲的那些官秃商办 他只是他政府没钱嘛 那要商人来出钱 来举办这些现代工商业 可是他去管那些商人 但是整体现在也是一个结构上 就是说我经济发展重点是什么 他经济发展重点已经是商业了 因为这些商业才能够一方面就是说 比较快速的给政府比较多的税 也是商业税的一个来源嘛 那二方面呢这个就是说 他发展的一些企业 才可以帮忙政府救亡图存 因为他们这个时代的异体 整个近代中国的一个主题曲 就是要救亡图存 他要保住这个国家 所以呢 这个时代 贤同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就是说几千年重视农业 他顾不了了 虽然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也有一些现代农业的思想引进 但是零零星星的 没有变为重要的政策 我们回想一下黑朝 还记得黑朝吗 在这个时候 明治维新的日本 我有一个话 这个大家都以为甲午战争是 我不晓得那是讲黑朝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个话带给你们 大家都以为甲午战争是因为 这个自强运动或是洋务运动 输给了明治维新 所以中国很快就落败嘛 台湾才会割让给日本 那其实呢就本质来讲呢 那个日本拿来打中国 在甲午战争中拿来打中国的武器 主要是从外国买来的 他不是自己发展的 其实他一开始也要像中国这样 开始有江南制造局啊 福州造船厂这些军事工业 我们你如果还记得一些普通的历史教育 都会讲这个清朝的中国 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 就是发展军事工业有没有 那这个发展军事工业这个结果 这个失败嘛 相对日本失败所以甲午战败嘛 这样一个历史记忆 我这里要做一点调整 那个调整的意义我们接下来再说 我先把它调整 他基本上呢 这个日本一开始也要这么发展啊 他也有类似这样的造船厂啊 或是这个开矿啊 开软煤矿啊 开矿啊 所有这些资源军事工业发展的企业 他一开始也做 你看他明治维新是1868 是到1882年 他发现他要放弃了 1882年他有一个财政改革 叫做松胖正义 那个你们不用管 就是一个财政改革 那个财政改革说 我不要发展军事工业 明治时期的经济发展重点有两个 一个是铁路一个是棉坊之业 所以都不是军事工业 都是资源民生的工业 不是军事工业 那他整个这个财政的收入呢 刚刚不是到了咸鹏同志年间的 财政收入已经比例上是商业税为主嘛 填付已经是比较小了 那他整个在明治时期的财政收入是 填付是最主要的收入 那如果有商业税的话是 出口失茶 那也是这个农业 填付是农业嘛 那失茶也是农业嘛 那所以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在以现代农业在推进那个国家 那这个现代农业所提供给政府的这些钱 政府最后就拿来买这个甲午战争用来打中国的这个武器 是这么来的 那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这个 中国这边呢 中国这边这个 中国这边它是重点发展 因为我在那个应该是东亚海域中的琉球与台湾还是有提到说 应该是那一讲或是另外哪一讲有提到说 鸦片战争之后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回应 那日本回应很大 你记不记得那个话 那这个 其实那鸦片战争之后紧接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结论里面会更多 说得更多 之前导论有略为说说 他们这个时候 你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们鸦片战争之后 就被整个赢贵钱贱问题 赢贵钱贱之后 接下来是太平天国 其他的事情他就顾不了了 那相对应的是日本因为没有 这个我们结论会提的更多 就是日本没有这个银的问题 他自己有银 我们先前的演讲有提到 日本有银山嘛 你记不记得 他有银 他没有遭遇到所有这些问题 他没有鸦片战争 也没有太平天国 那所以他接下来就 比较那种所谓 内忧外患的那个挑战呢 远远没有中国大 那中国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挑战很大的时候 他集中火力在军事工业上 可是军事工业 请来一些洋兵洋将啊 那些老外啊 就说他 他跟你说他是多懂的这些现代武器 他说不定他只是爱探险的一个老外啊 刚好跑到中国来 然后这个其实也没有真的能够交会你太多东西 那结果很多都还是失败 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后来放弃 后来放弃他们那些厂房就变成这个山林山井那些彩法 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日本彩法是从那里开始 所以他们他们走的不是 虽然是明治维新 可是走的跟这个 咸丰同志年间的这个 政府高度介入这些 现代军事工业的这个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 那这个明治维新时期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在比较安定的情况 之下呢 现代农业来反而是支援了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那这个这个发展的路径 1895以后 这个把它搬到台湾来 台湾是就是以发展现代农业来支援 后来的一波一波的这个变化 那这个中国大陆从这个 这个这个咸丰同志以来就是 其实是战乱不断 一直到1949 所以呢 他的现代农业一直是没有好好的发展 那尤其我要说这个历史记忆很重要 那1949算是把战争停住了 可是已经是一百多年了 从1842到1949 一百多年老是觉得我们很糟糕 就是因为我们的拳头不如人 所以毛泽东一上来也是军事工业 从上面 重工业军事工业重工业这样子下来 他一开始农业不是发展的重点 相当久的时间 这是两岸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区隔 因为我们在这里这个台湾史部分不能再讲太多 但是我把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跟这一张有关的信息 在这里带给大家 就中国来讲跟日本或台湾 因为这个咸丰同志的这个变化 他走了跟这两边走了不同的路 那这会相当影响这两边很多的性格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黑朝那一篇就讲 那你这个农业的发展就有草根的民主 草根的民主也在那里建构 那不只是只是经济面 还影响到这个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那所以你会觉得 今天台湾好像有些面向值得我们拉把劲 加把劲 但是你也要晓得就是说 就台湾来讲 它还是有一些相当长期奠定的一个基础 那就是至少这个就是说它的底盘是比较稳的 台湾的底盘是比较稳的 那这个中国大陆就是因为这样子 一百多年的这个战乱 使得它的底盘不够稳 这是两边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然这些年大陆的上层很费心很用心 那那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 OK好 那就这个我们这张所看的这个就说思想或是思潮 在这个差不多是1850年之前或是1850年之后的这个转折呢 那我们这一张有个总结就是说 这个就是这张总结去引一个人类学者的说的话呢 就说那个思想它不只是在反映一个现实 它还是在很生动的来解释着现实 就说为什么我像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台湾的总统 为什么有一个阶段都是军人 有一个阶段是财经学者 那有一个阶段都是法律的 那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它在反映它那个时代 为什么像我以前有一个学者在这里说那个汪精卫 你们听过汪精卫吧 汪精卫跟蒋宗正其实论学问当然汪精卫的学问比蒋宗正好多了 但是他一个文人在那个动乱的时代 他就比不过蒋宗正 跑出台面的要能够解决他们那个时代问题的人 那所以呢这个就说你不要怪那些你今天台湾的官太烂 那因为可能下面很多很多下面的一些因素造就的这么一些烂观 那所以这个我们要小的就是说这个底层跟这个上层之间的一些联动关系 那从这一张所谈的你看不同的时代会让这个老中国 因为我们说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老中国的一些东西在那里搬来搬去的 那那也可以看出说老中国里面所装的一些文化指数 它即使是相当多样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弹性 好那这是这一张的这个总结 那我们进入这个大家提问的时间了 好 争取你们这个参与讨论 这个所谓参与讨论这个事情啊 我可以跟你讲我个人的一个切身经验 我是在大学时代不管跟男生女生讲话都会脸红的人 在我们那个时代纵然很多 也不只是我 然后呢这个我们那个时代也有一些美国回来的大教授大牌教授 他一直有这个就说你们提问啊 你们要讲话 提问或讲话的有加分啊 那那种情况虽然他说我还是不敢提问 我也不敢讲话 我不是属于那种比较参与型的 可是你们离伙的时代几岁差 差四十五十几 就几乎是差五十年耶很恐怖耶 我跟你们是差差不多五十年耶 所以你们应该进到不同的阶段 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知道童心童是PRC来的 可是在这个上课很早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人 那这也是你们的时代你们要去面对这么多的 那是他我一直说那么大的一个人口 他们的年轻一辈真的是很积极 那个像我在早稻田教了一学期的课 我那个课里面的成绩 我最后最后还是最高的成绩啊 还是要给一个陆生啊 那是2001年 那因为他我们我在日本我只能够有能力用英文教 我没有能力用日文教 但是就那个学生来讲 他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东南亚语文学系的 所以他东南亚语文已经知道好多 那他的英文又很流畅 那日文也应该有相当的水准 那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我自己手下 要给一个陆生最高的成绩啊 那那时候我自己一边去教书 我一边还在赶着我自己一些研究 所以我经常要去跑那个图书馆的书库 那日本的冬天有时候是还下雪啊等等很冷的 可是即使是在那个很冷的冬天晚上的书库 有很多是大陆来的学生或是老师 所以那已经是2001年 2001年的时候我在那里还上日文课 这个我的日文老师在那里已经紧张兮兮的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好像日本就要输给PRC了 他紧张得不得了 那个是2001年嘛 那真正的这个变化是应该是2010年吧 那真的是日本真的是输掉了 那这个像我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去上海 他们一直要挖我过去 他说台湾的学生现在不认真啊 要来我们这里我们的学生才认真啊 这个像这几天我听收音机 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看报纸 我的新闻资讯我都是边做家事或边吃饭的时候 听听收音机这样得来 那这几天的收音机我会听说 这些年轻人也不买股票也不生小孩 好像都不怀疑着一个好像有个未来那样子 我们这样一学习的课下来我希望我还是带给大家一些开展未来的基础 这个就是说我们真的别人好的时候我们要多学习 然后还是要为自己的大的大我 这个就是说描下一些比较可以开展的一个未来方向 那就个人的这个行为方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比较积极一点 这个上课讨论呢 这个上课讨论呢 这些就是说就是学着吧 学着就是说尽量尽量的来加入讨论 也不是只是这门课 你其他所有的学习应该都是要用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态度呢 来面对你所有的这个学习 OK好 那这只是差讲一些话 这个有没有问题 不一定是第八章 因为我说你们就要考试了 即使在考试范围以外的问题都可以问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还蛮杂的 我有些知识是零 像刚刚提的股票我一点都不行 那个好在我们家有个经济学家 那我们那个经济学家的爸爸跟女儿在谈股票的时候 讲到本益比我就会睡着 那所以这个我不是什么都懂这个 但是我想你们问我问题可能也不会太为难我 所以欢迎你们提问 那不然我要一个个来问 包括你的这个家有什么骨鸡这类的问题 是好 你是刘嘛 刘什么 我是曾宇璇 曾宇璇 OK好看到了 我想问一下跟今天传课的话 好 就是今天老师有提到 在这场课的时候 成立在像是轮盘到上去等等的这个政府机构 然后老师在看 他表面上还是民间的企业 只是政府介入 对 正式介入成立这样 然后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提到成立这一些机构是一个重商的表现 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的重点 对 重点发展方向 对 但是又提到说 但是又政府去管东管西的 对 这样子好像 让商人没有办法 对 但是该日派老师提到说 比较是 比较反善的 但是总是 所以就是一个转折 我不是说又 这个章所接触的就是说 到了咸童年间 在这个重点发展方向上 变成是重商 这个不只是相对 道光年间的一个大转折 还是相对几千年 中国传统的一个大转折 它已经是重视这个军事工业的发展 那军事工业也是一个工业 然后或者其他的这个相关联的商业 就是在电视上面是干预派 或者是放任派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整体的社会主张偏向 或者说政府的主张偏向 重点发展是改变了 但是政府的介入加深 政府介入加深了 你因为你本来农业本来政府也管得不多了 你在几千年的农业里面 政府本来就管得不多 然后现在到这个时候 又提倡现代的工商 特别是跟军事有关的工商的时候 政府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它需要靠商人 可是它要管 相对你说早期的那些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那个是完全是 主要是商人自己 而现在的这个商人是 政府要管管的这个商人 所以那种性格跟今天的PRC 已经是非常近了 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那为什么以前会有那个 几千年都有艺商的那种刻板意象 那我们这一章里面提到说 这个印象很可能是这个晚清 这个阶段这样的一个发展 因为到了咸童年间 不像道光年间 那么老外来的很少 到了咸童年间 老外来的就比较多了 那些老外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有提到像马克思 就因为马克思呢 其实它很多活动 是在英国活动的 那比如说它很多的书 是在大英图书馆写的 那除了英国是非常重视这个 自由企业的时代的英国 那相对照来讲 这个就是说 这个清朝末年这个中国 咸豐同志的中国 就是政府干预企业的 那个成分非常的重 所以他还写这个就是说 他还写的东西 就写在这个媒体上 就是说这个中国就是非常的干预 还包括那个王茂印 王茂印他一直强调就是说 你即使这个发行纸币 一定是要有准备的 有可以兑现的这个纸币 结果不是那个被那些王公大臣把它踢出去 那这些都留给这个当时的这个西方人 中国非常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西方人 因为这个时候才碰到中国 那他以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一直觉得说 炎铁论所代表的一个比较干预型的这个经济思想 笼罩着整个几千年的中国 可是我们在总结论的时候 这个话还算是先说 结论的时候就会说到说 你看像这个炎铁论 那里面也会牵扯到货币的这个管制 那我们在道光年间的整个货币论战里面 他们引述了经典 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引述炎铁论 所以那么说炎铁论 笼罩几千年中国的说法 如果就道光的货币大论战来讲 就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们建构的这些历史 就会跟大家刻板印象中的历史呢 都会有一些出入 那就是说历史它就是说 涵盖的时间很长嘛 那它其实会跟 就是我们回头原本的历史 会跟那个比较从片段的历史经验 所建构的历史记忆会有所不同 嗯 还有问题吗 曾宇璇 OK好 嗯 时间到了 五点十分 好嘛 那就这样子 你们晓得就说 至少接下来三次上课 五点到五点十分 还可以留给你们提问 然后五点十分到五点二十 你们可以到前面来问 这个欢迎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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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